各位听众大家好 感谢您继续关注GoMarkets每日的财经点评 我们将连线的是GoMarkets的中文部分析师Jacky走进节目当中 先来欢迎Jacky Jacky你好 Jacky给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金融市场总是 好的 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 昨天是金融市场上再次是大幅震荡 那么石油价格上涨5% 目前报价是23.8美金附近 黄金价格上涨5% 目前报价是1560美金 白银上涨超过7% 目前报价是3.3美金 指数方面昨天外盘 澳洲200指数再次下跌5.6% 目前报价是4500点外盘 那么盗雍斯指数是轻微震荡 目前下跌3% 目前报价是18600点 外汇方面澳元对美元是在0.5825附近 海环数字货币比特币上涨6% 重新回到6500美金附近 主持人 好的 感谢Jeky的介绍 更多朋友喜欢我们的节目 可以每天早晨的同一时间来关注 那么根据我们的了解 Jeky 美国无限量QE 那么美联储慌了 未来的金融市场能否见底反弹呢 好的 其实最近金融市场 让我们也看到了 美联储和各国央行 都是在不停地来放出更多的流动性 向市场上投入更多的资金来救市 包括像澳洲昨天买入了40亿澳币的债券 那么相应的来就是 美联储也每周每天将会购买750亿美元的国债 和500亿的MBS 也就是说住房抵押贷款证券 那么加在一起呢 就是每周每天都会就购买1000多亿美元的金融资产 那么定的利率报价呢 将会重新变为零 也就是说每天都会有这么多的资金 流到市场上去 首先缓解的呢 就是国债和债券市场的压力 那么这一项呢 将会直接给家庭信贷提供极大的一个流动性 我们知道了 大家手上最多的钱 最终呢 还是会流到房贷市场上去 那么如果是大家在目前啊 都在家 在业办公啊 或者是呢 失业率开始会下降 就是说大家呢 工作做不好了 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手中的流动性资金都少了 像前段时间750澳币 提供给咱们澳洲的每一个居民 那么就是为了增加居民手中的一个消费能力 那么这样的话 将会直接能够缓解大家的一个还贷压力 导致呢 未来在长达一个月到三个月的时间里面 保证大家的还贷不会断供 那么像08年呢 当时出现的无非就是房债 房贷大家还不上了 那么这样的一个组合呢 将会直接给市场 用一个比较稳定的强心计 那么这样的一个行动 是市场上目前比较需要的 另外呢 就是处在无限宽松的状态 无限宽松就意味着 每天是无限量的 因此呢 这样的一个情况 导致黄金价格直接是回升了60美金 15分钟内上涨了30美金 所以说呢 布伦特原油跟黄金 是在这样的程度上是比较相似的 都同属于大宗商品类 另外呢 布伦特原油的价格也比较偏低 因此呢 昨天市场上反应还是非常大的 美元指数呢 短线是中错了60点 日幅 一定程度上是扩大下跌 超过1% 那么我们能够看到的 就是美联储公布的这个消息呢 纳斯达克指数是率先转涨了 但是呢 很快程度上又下跌了 这个时候呢 其实告诉我们的就是 市场上恐慌情绪 并没有完全的消灾 如果是大家要抄底股票市场的话 还是按照我们之前的一个思路 就是每个星期超一点 每一次超一点 不要一次性把子弹全部打光了 从长期来看的话 5年或者是3年的一个时间周期 我们知道现在的水平是价格比较低的 但是目前短期来看的话 我们在等待最大的一个2万亿美元的一个经济措施啊 那如果是这个能够实行比较顺利的话 将进行市场上将会得到一个非常不错的支持 那么股市方面也会得到一个大户的反弹 好的 感谢Jeky的介绍 那么Jeky啊 我们继续了解一下石油 石油现在抄底的很多 这个是不是一个好的抄底的时间呢 好的 谢谢主持人 石油价格呢 长期看啊 确实是不错的一个价格 我们主要推荐的一个逻辑是以下三点 第一个呢 就是疫情好转 未来会有一个预期时间 那么再差的情况下呢 最终也会慢慢好起来 一旦好起来呢 之前大幅下跌的这些产品 价格被严重低估呢 就会有一个比较大幅的反弹 第二呢 就是美国也好 欧洲也好 还有俄罗斯也好 对石油价格的最低下限 会有一个承受的极限 那么一旦低于这个极限的话 各大生产商的石油产量将会直线下降 那么市场上供求 就会发生一个新的平衡 因此呢 价格也会回升 第三呢 就是中国和其他国家 石油消费国超级买入石油的时间 那么我们也知道 现在中国已经是把油轮拍在我东东去 那么去超级石油 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石油市场将会有回暖的机会 那么目前石油价格波动也比较大 日内波幅高达百分五到百分十几 甚至百分二十 那么大家呢 依旧是要注意自己手上的一个筹码 集中的一个问题 那么从首先来看的就是疫情 那么现在呢 每天的石油 中国呢 大概消费总量占全球的总量是百分之三十 所以说呢 世界上石油进口的中心依旧是中国 如果未来中国要基建 要搞这个扩产 增加国内GDP的恢复速度 那么对石油的需求 依旧是比较高的 第二点呢 就是燕油油目前是败退的 石油价格战呢 本身就是油价一个暴跌 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最终呢 如果是美国高达一千多万桶 每天的产油量 那么价格如果是在二十桶和五十桶 中间能差三十美元 那么一千万桶 大家算一下差多少钱 所以呢 这么多的钱 美国也不会让它 你偏白白说实 那么第三呢 就是战略储备会增加 在目前低油价的一个情况下 各国都会相应的增加 自己的战略储备 所以呢 中国太超低 美国太超低 我们作为反护呢 大家也可以稍微的超一些低 好的 感谢JK的介绍 跟各位喜欢我们的节目 该怎么样和您取得联系呢 大家可以拨打电话 03868 0603 现在尽量在家办公嘛 所以大家可以拨打电话 远程和我们沟通 任何的金融市场的走势 好的 感谢各位的关注 JK 我们下次节目同一时间 再见 好的 谢谢主持人 再见 GoMarkets 每日财经点评 由澳洲知名的股票和外汇券商 GoMarkets为您播报 GoMarkets 1998年成立 连续五年成为墨尔本地区 最受欢迎的券商称号 为您提供股票外汇 黄金石油 全球指数与数字货币等多种产品 GoMarkets 您的股票外汇首选交易券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